一首歌曲如果有多位创作人 产权要怎么分配才算合理呢? 首先我们不会以一个创作人 在一首歌里面付出的 这个创作时长多或少 来作为标准的 要合理的分配这个版权的产权呢 主要是有两大因素的 第一个因素就是 时间还有精神的付出 打个比如一首歌 如果是作词人A 他先开始创作这首歌 概念跟想法都是由他先启动的 那创作人B呢 他只是来点缀 或者是改善的话 那他就会拿到的 这个巴仙的分层就会比较少 那一样的在作曲人的部分呢 就是以这个时间 还有精神的付出作为标准的 那第二个因素呢 其实就是这个词曲的重点 如果一个作曲人 他在歌曲里面只写了一句 但这一句就是这首歌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而且记忆点最强的部分 那他也有这个权利去争取拥有 至少多过一半的这一个产权哦 所以分配产权合理化 一定要记得这两大因素哦 然后再来点击 然后再来点击